哈喽小游客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鱼豆姐姐 今天呢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跑酷 关卡什么呢都设计的非常巧妙 大家快来和鱼豆姐姐一起看看吧 出现在眼前的这个跑酷赛道 完全是在一座山里 中间的关卡呢 就是在这山里跳来跳去 我感觉我好像变成了一只小猴子 真太好玩了 这一关的关卡呢全都在树顶上 跳啊跳啊大石头关了 接下来呢我的面前是一棵参天大树 先绕着树干走两圈 然后在树干侧面 发现了相框和藤蔓 嘿成功的爬到了树的顶部 刚上来就发现了一座电梯 是由硫磺精虾做的 看我一飞冲天 在丛林中上上下下 很快呢我们就跑到了这个跑酷的后半段 这里出现了一座小桥 树干上还有灯呢真是太好看了 快速通过小桥 前面的关卡是一个陡峭的悬崖 悬崖上面有很多的桶蔓 还有一些人工制作的辅助攀爬的台阶 雨朵姐姐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跑酷呀 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像真的在山里面穿行一样 大家可以利用旁边的这些藤蔓 任意选择你喜欢的上山的路 这样的跑酷还比较自由 爬上了悬崖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跑酷的终点 这里全都是小星星 还要像超级玛丽一样 按照规定的路线在地面上跳起来 躲避岩浆吃到空中的星星 然后我们就回到了跑酷的起点 这怎么搞的 怎么又回来了呀 我们明明是一直往前跑的 这个跑酷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简直是大游戏啦 好了小可爱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游动姐姐的小伙伴 记得点上关注哟 爱你摸摸哒